诺曼蒂登陆纪念日 在纽约的自由女神岛 有20多名参加过诺曼蒂登陆的老兵们 来到这里纪念当年改变二战形势的这一天 虽然已经是70年前的王室了 这些老兵们回忆起当年战争的恐怖和阵亡的战友时 还是会哽咽落泪 7万朵花瓣从自由女神向上空缓缓的飘落 来纪念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登陆战役 这些玫瑰花瓣不仅表达出人们对于阵亡将士的追思 更反映出人类对于自由和和平的渴望 就像这绽放的鲜花一样热烈而执着 70年前的今天 16万盟军强谈法国北部的诺曼蒂 将纳粹德国的防线撕开了一道裂口 当时沃特伯兰德就是第二个登上海滩的人 他见证了德军疯狂抵抗的整个过程 好莱坞电影《拯救大兵瑞恩》 在开头描述了D-Day的登陆场景 伯兰德说虽然里面有戏剧的夸张 但现场比电影里还要恐怖 老兵们最不厌回忆的就是战友的死亡 上一秒两个人还在并肩作战 下一秒却阴阳两个 虽然战争的残酷在他们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但老兵们说如果再选一次 他们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奔向诺曼蒂的海滩 新唐人记者李书彦宋生化 纽约报道